波叔亂湯會塌樓,CY吊頭走 出完埠,生完心,波叔回歸,都繼續閉喊 因為他老婆自有的兩個劏房單位 6月署上星期五已發出清拆令 限業主60日內還原 但在上海街這個單位,還有人住的 這個星期二房中有沒有聯絡過你? 我排了你搬去哪未?保證那裏怎樣? 阿伯不答問題不只,還報警 由警察檢活走人 我們找到二房東,他都說勁頭行 但屋宇署就說單位 其實非法將公共走火通道用碩屎場為風 再鑽開旁邊的長信,變成現在的大門 原本的走火通道就變了劏房 一旦有火警,你說居民怎樣走? 而大角咀海興大樓的單位 屋宇署就說分間成幾個有獨立廚師的劏房 其中一間更加是加建在原備式樓板建造的露台上 陳良師學會說,那劏法會令到樓板超重 如果殺死剝落,隨時會塌 我覺得這次陳茂波的違規是非常嚴重的 已不能夠再適合做了職位 因為他本身是監督市民的問題 條男加麻煩,是壞又要砌又要喝 違規就根據香港的法例 有關於業主就將它糾正好 這個無論是誰做業主都應該這樣做 我相信業主是會處理好這件事的 我看他已經交代了很多 講完即閃了,唉,你閃得多多次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